美國繼續質疑俄羅斯可能隨時入侵烏克蘭 被俄國質疑為歇斯底里 而烏克蘭駐英大使曾指烏克蘭或者為止戰而放棄加入北約 但隨後又表示是因誤解問題而錯誤回答 梁超明報導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這個聲明被俄羅斯方面指為歇斯底里毫無根據 國防部發言人今早認同蘇利文的聲明 美國同時宣布暫時關閉著首都基庫大使館 將部分外交人員轉移到西部城市桂屋夫的領事館 美國警告明顯已影響各國前往烏克蘭的航機 皇家荷蘭航空KLM成為首個因保險費用上漲停飛烏克蘭航線的航空公司 德國漢沙疫症考慮當中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國內空域仍然開放 另一方面烏克蘭駐英大使表示 烏克蘭不會為和平放棄加入北約 他早前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一度表示 烏克蘭為防被入侵可以放棄加入北約 現在他表示當時他因為誤解問題而錯誤作出回應 烏克蘭全身 烏克蘭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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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